罵名其实也跟胡言祸水有关 大家骂杨无推 骂唐玄宗没正事 可不是吗 白居长生哥里写 春宵苦短日高起 兔子金王不早着 天天陪着杨贵妃 又是天哥哥密解人 然后在戏丸子里还唱心 唐玄宗自败人士 要对杨氏芝麻夫直接接吻 马尾之变 在一定程度上 实际上呢 是对选中和武器 腐败人士一个清算 那么这个溃亡过程 出现了一个千古之谜 马尾波杨贵妃吊死 他到底死了没有 这咱那给大伙好好说说 这个当初安史之乱呢 第二年 叛军杀入长安 没办法唐玄宗呢 在文武百官簇拥之下呢 咱赶紧呢 进四川 入蜀避淡 这时候呢 还没有到这个四川呢 到了陕西 马尾波这地方的时候 军事开始滑变 为啥 太子李亨在背后指使 主打 夫人 岂不可时时不再来呀 这倒是 其实啊 就是折腾出一场兵变 我看 可以让进度适本 这事若是真成了 进入朝廷的事情 那全是由太子爷说的 咱俩这个要是闹起来了 在我家 这可不是闹出来的 闹兵变了 你敢闹 太子爷那边不会抽兵了 当然 那我的太子爷就 太子爷已经把他自个儿压上了赌盘 说这个事闹到这种程度 怨谁呀 怎么有的暗事之乱呢 就是当朝坚定太多 什么人是坚定 杨国忠 这些人 所以就这么把杨国忠眼脸给杀死了 当时起头的是禁军将领陈玄理 陈玄理说光杀杨国忠不行啊 他怎么得宠的 弟兄姊妹接猎土 可怜光彩生门户啊 那是跟杨贵妃有关系 不把这根挖进来 回头唐玄东求后算账 咱全得死 弟兄们 这个祸国殃民的杨国忠死了 我靠他妹子 那个红颜祸水还在 他要是不死 咱们兄弟就得各个下诱惑 所以兵建唐玄东 你赶紧把你非子杨国忠给我处死 否则的话 这些兵是不用带你 随时有兵建可能 所以这时候唐玄东被逼无奈 让高丽氏带着杨国忠到佛堂里边 三尺白铃上吊 杨国忠死了 今生我未生 我生今 但愿有来生 日一与今好 如果不把杨国非处理掉 那个抽烟的心里起来之后 他自己确实性命难忘 高丽氏确实那么多年 真是把唐先生弄摸透 所以最后这么说了 那唐先生是没有办法 舍不得那也得杀 不杀那华 这个军队的群情是平息不下来的 所以史上记载了 大道佛坛勒死之后 然后呢 把尸体拿给全员里他们看了 看了之后就说他未必已经死了 所以呢珊瑚万岁 就说这样呢 大家就认为呢 这个杨家整个抽烟 这个心里好像得到了一种满足 这个呢 咱们看白鸡长恨阁里头 也同样写了 六军不发无奈何 婉转厄眉马前死 君王掩面救不得 唐玄宗也难受啊 我大爷非呀就这么死了 这时候历史留下千古谜团 有人说这杨卫非没死 为什么呢 说有人呢 隔了一年了嘛 杨卫非站着了 唐玄宗这个天下太平了 按时乱过去了 要把杨卫非迁回去下葬 但打开当地的葬杨卫非 那个关坟 打开一看呢 发现旧堂书里写 鸡腐乙坏相当有存 就是都烂了 但是谁是带着香囊还在 但是新堂书里 把鸡腐乙坏取掉了 就留死了 这个香囊有存 有人说怎么这么重要事 不记载 说这里头就剩香囊 人都不在了 你看这写的跟五小老说是 有人根据这个 说杨卫非没死 说杨卫非哪去了 说有可能啊 他身边侍女替他吊死了 他本人跑了 说跑哪跑日本去了 这个曾经在上个世纪 八九十年代 这说法风行一时 日本有些个作家 像景商净之旅 还写了不少 关于杨卫非 流落到日本的事 说杨卫非流落到日本 山口县了 说后来在2002年的时候 山口百汇站出来了 我杨卫非我们祖动 我杨卫非后人 就为什么会有他 流传日本这个说法 咱想想这也不大可能 你说日本当时夺老远 尽管有浅唐使 说唐朝互相往来 他跑那么老远 他中国那么大 何处穷乡屁壤 没有啊 躲起来有什么难的 为什么陪他往日本跑 还有无疾是 咱说领到美洲去了 杨卫非是最早到美洲的中国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这都怨白鸡 写这长恒歌 长恒歌里头写这段 收尾的时候来了一句 马为泼下 泥种土 不见欲言 空死住 说这土里头没有这个杨卫非 他没买到这块 有人就猜 这估计他没收 唐明皇没办法把高律师把贵妃给引过来 引过来以后跟他说了一段话 其实这个话在正史上也不多 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保不住你 没办法 愿你往生善戒 那么这个有人怀疑 就是唐明皇给那个 因为高律师在场 高律师后来是行刑的人 是去勒死杨贵妃的人 就说这个话是有暗语的 意思是说你不要把他 我还是给他留个后路的 愿你往生善戒 还有人说长恨戈长恨戈 要真是长恨 写到马魏婆杨贵妃死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后面多出那么些呢 那什么在天愿为比一鸟 在地愿为连职 看来他没死 不没死哪儿去了 你看人家这个白军一写了 这个什么 什么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结不见 完了护卫海上有间山 山代虚无飘秒间 楼葛玲珑五云起 其中绰越多仙子 终有一人自太珍 血不花茂曾自是 这到处都找不上杨贵妃哪儿去了 往东一看 茫茫大海当中 海上有仙山 山代虚无飘秒间 中间有个仙子一样的人物 血不花茂 你看 是太珍 太珍是杨贵妃出家当女道士时候 这字 你看在那儿了 比如说海上有仙山 还往东 海外仙山 蓬莱方丈迎楼 自古以来管这什么 认为东渡扶桑的日本 这就是海外仙山 所以说杨贵妃上日本的 那么说杨贵妃 是不是像白贵妃写这样的 马为波下泥中途 不见欲言空四处 白居易 一首长恨歌 为何让后人对杨贵妃之死 猜想不断 一边是安事之乱 救国当先 一边是冲冠一怒 只为红颜 唐玄东身边太监高丽氏 受亡礼貌 这些最有可能救出杨贵妃的人 在江山与美人之间 又将如何抉择 老梁观世界 一记红尘 飞子孝 稍后播出 正在为您播放时 老梁观世界 那么说这杨贵妃 是不是像白贵妃写这样的 他有他的想象力 有他的虚构成分 其实你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 那个时候将士兵变 要求处死杨贵妃 能救杨贵妃的就那么几个人 一个是杨贵妃 职的杨宣 当时出任的洪如清 干嘛就外交部部长 他有这能力 可是在那种情况下 他得先保唐玄东 如果这将士一划片 说你杨贵妃假如假死 又被查出来的话 这些将士不管的 有可能直接动刀动枪 就碰荡荡荡去了 因为这兵变本身 他不是针对杨贵妃 而是对着皇上不满 你用这些人什么玩意儿 你必须把他们都杀了 罢免了 要不然我就宰你 所以这时候 杨贵妃的侄子 作为当朝的一品大员 不能这么鲁莽形式 他不敢救 再有一个高丽氏 高丽氏当初呢 给杨贵妃出主意 你呀 当女道士 回头呢 唐玄东再把你取回宫里边 有时候高丽氏跟他关系不错 高丽氏是皇上奴才 哪能轻易敢干这个事 他也得极力维护唐玄东 再一个可能救他呢 就是当时在皇帝 和这些将士之间进行调停的 有着军事大权的 这个授王李茂 李茂呢 是唐玄东的儿子 这个李茂说起来不是外人 是杨贵妃前夫 有人说这授王李茂 这时候作为杨玄前夫 是不是念旧情旧态呢 其实这也没有可能 他为什么呢 因为从历史角度来看 刚才我说的 这个时候这种并变 规模很大 任何的风吹草动 都有可能酿成 兵士倒戈向下 把唐玄东弄死 当时禁军头领陈玄理 领着大伙干着事 这本身都掉脑子的事 如果这又不是斩草出根 都挖进了的话 那后患无穷 所以这时候 比如说唐玄东 召告天下 所以这个时候 双方是 箭在弦上不得不划 将到这了 如果你唐玄东 不把杨贵妃真处死了 那当兵呢 陈玄理这些人 一不做二不休 搬不倒葫芦 撒不了油 我只能把你弄死 以绝后患 所以这时候 唐玄东和他手底人 绝不敢在这时候冒风险 救杨贵妃 把这些当兵的得罪 因为这从中国历史上来看 所谓爱江山爱美人 这历来都有定论 康熙王朝里那句话 说得很好 说顺治呢 为了这个自己的妃子 是爱美人不爱江山 出家为僧 最后这个孝庄皇后呢 问自己孙子玄宴 就将来的康熙 说你呀 是爱江山还是爱美人 康熙说我爱江山 哎 孝庄太后说太对了 有了江山还求美美人吗 你看 这是自古以来 唯君之道 全谋之术 所以唐玄东在这时候 他首先是个皇帝 你看他 他这田哥哥秘姐 这都情种啊 哎 他这我多爱杨贵妃 那都假的 所以杨贵妃在历史上 必死在 马卫破无疑 然后换到江山的安稳 这奶皇都会算账 所以由此可见 杨贵妃必死无疑 后人编短这些传书 楽忠凯事 感谢观看